機場歌友會再報三人確診 1月7號一早 市府出動醫護篩檢 要努力揪出隱藏黑術 期間 有這樣子跟他常常互動的人 有誰 那這些就是要趕快 當然第一輪的疫調 這些比如說打過麻將的 聊過天的 都其實都已經比較隔離了 這是今天特別來是要再擴大 再擴大地去看說 還有哪些人是具有風險 初步判定 確診的投機清潔員 全程雖然都有戴口罩 但在不通風的麻將間 風險很高 至於是否有漏網之魚 市府還要擴大嚴查 從原本他接觸的這個15人之外 那會往前往前推 日期會再往前推 那跟他有在麻將間 以及辦公室 有過接觸或者是交談的人 我們也都會擴大這個居隔範圍 飲食跟喝水之外 口罩都要佩戴著 那像原本的開放 比如說致遲或者是拍照 可以脫下口罩這個都是不行的 另外原本在這個室內外打球 運動的部分可以不戴口罩 那這部分也請大家把口罩戴上 家庭補破網 因為國門之都桃園首當其衝 這把點燃的疫情火苗 從桃機一路燒到中鎮市場 再到金桑歌友會 足跡遍布百貨公司 漁港 甚至早餐店 如果是在中立平鎮區 或者是說有跟我們前數幾天 公佈的這個足跡有重疊的地方 那我們也建議您跟您的家人 也都趕快去採檢 呼籲這個歌友會的會員 還有會員的盆親友跟家人 我們希望可以阻斷這個隱形的傳播鏈 就怕多達800多人的金桑會員中 還有潛藏的衛包彈 成為疫情蔓延主因 連附近居民也先驚驚 我們想說如果要害死人 會員制的 我們不是他的會員沒有進去 怕他會出來 桃機群聚風暴稍不亡 國內社區疫情再蒙陰影 下午和來 絕對 拜託 請 請